特別小心 對沒錯 那麼當然大家做參考了 現在大概11點 那個晚上11點開始 那麼進入指示了以後呢 就俗稱的鬼月 也就是有人說平安月 那麼東陵清水祖師 清水祖師這個祖師公 那麼他提醒大家 有五個姓要特別小心 這個大家做一個參考 許 陳 張 姜 盧 這是相關的神明的指示 那你們做一個參考 反正時時刻刻提醒 當然不是說不在這個五個姓裡面 你就不要小心 大家都要小心 那除此之外 這個小孟老師我也很熟辣 那麼他就說水瓶座 天蠍座 巨蟹座 金流座 獅子座 五個星座要注意水逆來襲 他們就沒有我摩羯座 但是我還是要小心 姑且聽之 因為孔子說 只不與怪力亂神就對了 怪力亂神 盡鬼神而遠之 那除此之外 那麼因為民眾黨的發言人林芷筠 那天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動作 跟這條新聞是非常怪異的 為什麼 他怕新北市新店的這個壁壇 突然流進水裡 流進水裡 剛好 剛好有人叫他的名字 那因為他手機好像還在跟人家通電話 那叫他的名字 一定是認識他的親友 要不然怎麼會在現場叫他名字 好像也在找他等等 後來我們要特別感謝壁壇的保全員 臺灣有三個壇事實上在早年的時候 這六七十年以來 因為我早上社會事務 我今年七月十七 半三十七年就做到這裡 所以我說騙了 所有大概從日本時代到現在 臺灣有三個壇 那麼是出勢率最高的 不管是意外還是自己尋轉 那三個壇 包括碧壇 包括藍壇 我們自己的故鄉 包括日月壇 這三個壇 他不像那個大爆溪 很多是不小心游泳逆壁 被漩渦去 那壁壇這個地方 為什麼出勢率特別高的原因 是因為他有一邊一邊就是三壁 所以水流經過這個地方的時候 撞到旁邊 就下面成為漩渦 永濟再好會被漩渦給拉進去 根據曾經在壁壇下面對不對 就縮下去 他說他看到那個壇底有光亮 所以想要他認為自己永濟很棒 要下去的時候 結果後來發現一件事 當他想離開的時候 他永濟很棒 但他拉不上來 他的腳就沒辦法踩水都沒辦法 後來是人家把他應救上來的 所以在壁壇要非常小心 現在的壁壇已經改善很多了 比起已經因為發生太多意外了 所以改善很多了 那麼在整個壁壇 包括當年的這個幸福樂園 靜意不散 要拆摩天輪的時候 有發生壓死工人的事件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的是 壁壇其實真正 真正有一個傳言 有一件事情上了新聞 壁壇的不是紅衣小女孩 是白衣女生 為什麼呢 那麼有一次壁壇不是有很多船家 在租那種鴨子船 還是租一般的讓人在那邊划船 那麼有一次兩個女的船翻了 結果溺水 結果這個租給人家的船東 這一位理性船東 他就趕快過去把人給救上來 救上來以後晚上 他說在睡覺時 像真的一樣 就是在夢境但像真的一樣 有一位穿白衣服 粉紅色長裙的女孩子 罵他 在夢中裡面罵他 我等一兩年 好不容易等到一個可以抓交替的時候 對不對 你來迫害我 然後呢 我要讓你日子難過 我要讓你的那個家人 對不對 不舒服幹嘛的 然後在夢裡面 他就跟他說 我是救人啊 救人一命如燒 七十一糊塗 所以我是救人 還在甘血啦 不是說就一大堆啦 他說很久之後 他說好 那你要答應幫我申冤 你答應幫我申冤 我就幫你說 你腦部有沒有 你等一下拿一杯水 拿一杯水 去給你媽媽 否則你媽媽就這個危險就對了 結果醒來了以後 他心裡想說 我怎麼去做這個忙 結果沒想到 他的媽媽真的不舒服 他的媽媽非常不舒服 你穿起就沒什麼 他就穿起 他拿了一杯水下去給媽媽 要媽媽喝 媽媽一開始不喝 到後來對不對 還是 因為看他們孩子 像在跟空中空氣講話 所以後來又不舒服 所以後來把他喝了 喝了以後還真的就好了 你知道嗎 後來這個女生 常常在夢裡面給他託夢 各位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他在夢中 有說出他的名字 他姓王 他有說出他的名字 然後大概是兩年多以前 在壁壇這個地方 顧著那時 翻下去 溺斃 但是他在夢裡面 這個女生跟他說 我不是自己意外溺斃的 是我男朋友把我推下去的 他嚇了一跳 他說你要幫我伸冤 然後你要去找當時負責承辦的刑警 那後來他就先跑到壁壇派所去 報案跟人家查這個 但你怎麼跟人家講說是託夢 但是那個警員一聽 這我幫你查一下 真的找到了這一位流姓的刑警 流姓刑警說 我有印象 為什麼 因為當時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案子怪異 為什麼 他的男朋友跟他一起告託 翻了 女朋友掉下去 你要做什麼動作 然後要不然就把船罰上來 你要做什麼動作 趕快請船東去報警 結果他這個船家說 當時警察跟團家說 當時不是這樣 他男朋友還先來先來退租 把證件拿回來 然後做了一些很奇怪的 然後才去報案 才叫我們報案幹嘛的 所以警方來了也要幹嘛 但是因為你沒有監視器 也沒有證據啊 所以後來明知道詭異 但是後來沒有辦法 就用意外溺斃的方式 把這個亡性女子給結案 那麼這個中間過程當中 這位流姓刑警 有在公廟裡面 認識一個塞湖 就那個塞湖 通常這個案情都差不多 那個塞湖要 他進去廟裡面 那個塞湖說 董擂 你後面有一個小姐 你先撞一下 撞一下撞一下 你有什麼事情 這小姐 意思塞湖跟她溝通說 她是冤死的 然後就跟她講出來 講出來以後 這個刑警不信也得信 你知道嗎 我來的目的 就要跟塞湖說 塞湖就知道我後面 對一個小姐有沒有 穿白衣後面 群子是粉紅色 說有沒有 後來他們想今 就這樣子一直脫毛 一直幹事 用盡了我們當時的科學的辦案方式 沒有辦法破這個案 後來這個女孩子 在脫毛的過程當中 跟這個理性的傳統說 他現在這個男朋友 運剛好上翁的時候 所以我不怪你 你有幫我就好了 有一天突然間夢 你有沒有跟他講 謝謝你 這大哥 李大哥 謝謝你 這些日子來 你有幫我 謝謝你 那我要去投胎了 所以這段時間來 我要幫你保佑 這段時間謝謝你 謝謝你有伸張正義 但是他的男朋友 有一天一定會受到報應 要來講什麼 今天碧壇發生翻覆事件 一個女性淹死在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當時 在碧壇所真正發生過的 一起託夢的故事 而且人事實地物都有 師父帶著所有人拿香祭拜 接著來到車子四周 用進水金爐 前後左右來回念咒語 因為鬼門開 很多車主趕在這之前 要完成進車以示 買新車 加上避開鬼月的人 讓高雄武廟出現排隊車潮 祈求神明保佑行車平安 另外又有民間習俗 認為鬼月不宜 辦喪事火化 更傳出高雄殯儀館疑似 冰櫃不夠用 火化需要排隊的狀況 冰葬處強調冰櫃夠用 明後年也會持續增加 也強調會積極宣導 破除七月的明信 就是說 時時刻刻在夏天的時候 要提醒自己 要再注意 就要說整夏天再注意 火氣大的時候對不對 叭叭叭就可能燒龍了 大家通通要小心 但是也不要小心過頭 為什麼呢 因為好多的禁忌 我像小孟老師 還有他們這些明律老師 所提的禁忌 走出去 不知道要怎麼走一邊 穿衣服就不知道 真的 他說不要結婚 如果一定要結婚對不對 那不要穿婚紗 要穿禮服 但禮服不能穿全黑 又全黑的話 今年不是本來就不暖臉嗎 好兄弟外以為是自己人 你知道嗎 不要穿全白 穿全白的話 好兄弟會以為你們家有辦傷事 不要穿全紅 全紅的話 好兄弟會以為全身都是血 我實在是趕不去就算 不趕不去吃百里 但是隨時隨地提醒 那像我常常聽到一個故事 各位到醫院去 還是三金八業 在這個農曆鬼月的時候 注意就是說 不要靠著牆壁這樣走晚上 就不要靠牆壁走 到醫院去的時候也是一樣 盡量在坐電梯的時候 不要靠著牆走 他們有他們的禁忌 孤且聽之